大家好,我是封靖 我现在在前往拉萨的路上 现在这个地方是海拔4165 我在的这个地方是国道109的当雄县宁中乡的公路服务区 它这个地方早上8点到晚上9点是免费开放的 我准备来打点热水免费提供热水提供吸氧 那边是一个火车轨道 晚上在这边住火车生意还是挺响的 现在收拾完我拿个杯子打点水去 把这个保温杯保温瓶的这个都结冰了 看几个冰里边也结冰了 它这边含氧量是14.1% 不戴口罩进主入内 虽然没人 但来这边金手的这个 这里边好干净啊 免费提供西洋热水 还有笔 那边是西洋的 热水 这两瓶都是满的 太人精华了 昨天晚上我来到比较晚 然后我就把门关了 还以为这不开门了 没想到这开了门 没拿杯子到这儿 这还提供了一次性杯子 还有手套的 这里边有点水 这上面全是留言的 在这边留言的 2020年12月9号 就这最近12月9号 河南人老乡 河南人老乡 好多老乡啊 看这个 咱来写一个 写是几号来这 好多了 银子 写是几号来的 在这边 是几号来的 就是几号来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都喜欢她的 都喜欢她的 是几号来的 对 对 对 好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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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面一块 然后奶茶四块 还有那边薯片五块 包括透明灶都有 这个地方距离拉萨还有140多公里 差不多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所以说我今天就没有很着急的赶路 看这边的厕所都是焊厕 但是厕所都挺干净的 都是焊厕 天天有人打扫还挺干净 这个门峰这个边 最近不知道怎么会是老掉 好几次都快找着了 每次都是幸亏及时发现